花莲县109年度优良志工表扬大会 日前是在理想大地度假村举办志工的颁奖典礼 这次表扬了长青、青年、企业、家庭等不同类别的优良志工 一共颁发了350个奖项 场面活泼、欢乐、而且充满着温馨的气氛 花莲县一共有7600多名的志工 长期协助推动花莲县社会服务的工作 为了感谢来自各界志工伙伴 县政府都会在12月举办优良志工颁奖典礼 而县长许正卫也亲自力临 并且颁发奖项 感谢志工无私的奉献 今天在这里只是我们志工团体的一个小部分 因为有7650个人 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给你表扬 但是每一个人都代表100个人 所以这位要谢谢大家 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健康快乐 快乐健康 你快乐 我快乐 大家都快乐 表扬活动邀请到了花莲在地团体演出 来带动全场活动的气氛 也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而这一次一共表扬不同类别的优良志工 共计颁发350个奖项 记者综合报道